国语有生善书 虚元唐善书 在家持戒功德 主著先佛为南海古佛观音菩萨 本堂主席观圣地君登台 圣士 公皆浩天著书预照 命本堂福神十里外 命本堂成皇五里外 公皆钦差大臣 其余神人排班后驾 不得失宜 可无退 钦差大臣金缺内向太白金星将 诗日 凡臣叠叠一清流 堵致耕云气耕求 法宝绵延千百代 新书续著道长流 圣士 预照宣读 神人持相功力皆止 浩天预照 亲奉 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诏曰 朕居尊而建卑 无时不以苍生誓念 观现今许多世人有心修道 一心钻研高深的道法 既望今生能够离苦得热 了脱轮回 但花费一生心血的结果 却如磨砖成净 苦修无成 此个中最大原因之疑 就在于不知清净守戒 因为持戒清净是断除烦恼的根本 也是培育定和慧的基础 基础不稳固 修如何有成呢 持戒清净是为了无悔 无悔是为了愉悦 愉悦是为了喜 喜是为了清安 清安是为了热 热是为了定 定是为了如实之见 如实之见是为了燕离 燕离是为了离滩 离滩是为了解脱之见 如是通过诸扇戒而次第完成戒 定会获得大果报 大功德 因此持戒清净是正悟涅槃 不可或缺的要素 上苍有鉴于此 特教命地驻圣书一部 提其言曰 再加持成功德 七世之人皆能及有此书 打好持戒的基础 为正悟道果曝露 此部圣书商请南海古佛为主注先师 虚元堂圣彼为主注拦机 自丁有年十月起开注 至书成为止 惜神人用命 各尽觉职 书成之日 论功行赏 勿赴赠义 亲哉勿乎 叩首谢恩 唯多菩萨将 诗曰 身心安放法中勋 立志降服生死君 受戒者多持戒少 如何远避阎罗君 圣事 无今日降为 在家持戒功德义书作序 序 戒是修习一切善法的基础 具有防非止恶的功用 一位持戒的人 由于受到戒的规范 所以不会造作恶行 若是不慎犯了戒 亦会立刻警觉 悔过 避免未来再犯 故能离恶向善 避免因恶行而招致的恶果 戒也是培育禅定和智慧的基础 佛陀曾对一位婆罗门说 有戒则有慧 有慧则有戒 戒能敬慧 会能境界 譬如一个人洗手 左右手互相搓揉 左手能洗净右手 右手能洗净左手一样 对修行者而言 若是不持戒或犯戒 就会失去依靠 而无法安乐 无法安乐就会失去欢喜 清安 禅定 解脱智慧 无法完全断绝烦恼 生死 就像一棵树的树根腐坏 枝叶枯萎 无法开花 结果一样 若是持戒具足 就会心得信悦 获得欢喜 清安 禅定 解脱智慧 完全断绝烦恼 生死 就像一棵树的树根强健 枝叶茂盛 花凡果朔一样 佛法以人道为根本 而人道则是因持守五戒而来 世间人有贫穷 富贵 受邀 质愚 高矮 美丑 等 这些都是因持守五戒的清静程度不同而造成 在家居士的五戒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要如法行持清静 却并非是一件容易之事 加上现今世人对因果业力的了解不足 造成持戒风气逐渐被忽略 待恶报临头时又怨天尤人 不知反省 今执南天虚元堂地住在家持戒功德一书 正可以作为世人的行为准则 远离造作会让自己后悔的事 而能保持心境坦然 过着安稳生活也 简为序 唯多菩萨序于无极禅话怨南天虚元堂 我们一定要持戒 并且修行 持戒可以升天 修行可以了托生死 若只靠不失而升天 升天后就只享受 不懂修行 最后还是要回到人间或地狱去 很可惜 望大家要替自己生前 驻及灵修院 与超把祖先与有缘魂道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南无极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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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渡众 以气天心 南天虚元堂之庙院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财不失 护持庙堂之永续 多住印善书 光临虚元堂 已受先佛普照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元堂 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